好像做梦一样 在这段实习期间 其实我越来越觉得 我们法医是一个很复杂 然后又是一个比较多样的 这样一个交叉学科 所以我们每一个方向的学习都是很重要的 在场的这些同学 包括我之后也会在法医行业的各个角落 发光发热 我们这些人有的可能会做病理 有的人可能会做物诊 虽然可能比较渺小 但是是一块基石 我们这些设计的基石 最终也会汇聚成一座大山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不断努力 然后为自己热爱的法医事业 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 还是那句话的 就是为死者言 为生者权 这个是职责 也是我们的使命 然后要维护公平正义 其实很巧的 昨天秦明老师 在我们活动中他唱了一首歌 然后还跳了舞 然后今天要邀请我们的刘洋老师 来一起参与到这个环节中 我们一起吧 这是我们一起吧 这是我自己的 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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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 好 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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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 你教我 左右 要 拒绝 我从未后一时真的后悔快 请浪迹 而你的时候 还需要积极去面对 我们要 要拒绝分担 都尝尝 当一个好法医 我觉得要对得起那个死去的人 要让生者和死者 都在各自的轨道 或者空间里面 明白地活着 法医为死者言 为生者权 死者他躺在那里 他就是需要我们解决 他没有所处的话 还是一个责任心 法医的一个责任心 对死者的一种尊重 咱们这个职业 是守护死者尊严的 最后一道关卡 我们是神圣的 是值得尊重的 所以我也希望 会有更多的人 去尊重我们这个职业 法医其名二字 除了法医 一文不止 所以我也把这句话 也都送给在座的 各位法医学子们 既然选择了这一行 我们就把这种信念 坚持到底吧